烘豆听起来很容易 实际操作起来考验功夫 学院们要记录每分钟的温度 要制作自己烘豆的咖啡履历 听到豆子爆破声 就要凝神贯注 温度一到就观察豆子 检查湿度 确认完毕后才可以出炉 每种豆子都有其特性 讲究烘烤温度的进程 就是对产品严格把关的精神 这是技职体系孩子的学习态度 也是人生发展的垫脚石 来自不同科系 专研各年龄成教育的准老师们 体验烘豆技巧 最后还要冲泡出 能入得了专家口的咖啡 就是水流要很稳定这样子 每一个过程都很复杂 让我们知道说其实 烘豆是需要有技巧的 我是轮机专业 只是我能透过这场课 学到咖啡烘焙的相关技术 然后很感谢老师 高中和高职 本质上还是非常的不同 我觉得 那你可以知道 那个学生在这个环境 是怎么怎么教育出来的 因为我们认定的这个技术型高中 他可能感觉好像是考不上高中的 才来读技术型高中 但其实不是 每个课程是非常有趣的 那他这边有非常多元的课程 今天来到海大附中的观光科的 王彬如老师 有带来这个咖啡烘焙课程 那让他们能够体验一下 到底技术型高中的学生 他们学到的这些东西 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透过探究与实作 能够让学生能够知道 他们怎么去辅导他们的学生 也让我们能够改变 万般阶下评 唯有足迟高的风流 私培中心跟海大附中 就是成为一个很密切的 结合的一个状态 那这些私培中心 所应育出来的这些老师 很自然的就到 我们海大附中来实习 这是一个私培中心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让这些师长 认识更多的职业类科 将来在职业类科 向下扎根上面 会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从挑逗到轰逗 最后再研磨冲泡 每一个过程讲究精准 才能创造出高品质 这让人看见 记者教育的魅力 重新赋予全新印象 温暖的氛围 在明德大楼发亮 一束束花艺作品 越来于实体店面 从网路起家的 花艺家小静 以创作超解忧的 莫兰迪色系花艺开始 端点基隆三年 从网路到实体店面 一步步打造自己的世界 我一开始的话 就是自己先上网 先摸索 然后看怎么做 然后自己就是 慢慢就是po作品 也有还蛮多贵人帮忙 像是那时候 就是有一个 演八点档的李燕 对对对 燕姐她主动跟我买花 然后又帮我po在她的FB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一夜涨粉 我们小笔花画 比较特色的地方是 我们花艺的色系 因为我们其实主打的是 莫兰迪色系 客人他们收到 他们看到我们的作品 都会说 你们的颜色很特别啊 小静希望将花艺带入生活 让花不再是高涉的消费 而是能成为一个生活态度 会不定期地 与很多文创设计结合 推陈初心 让进入花艺世界的民众 有全新感官的艺术体验 一起分足店面的 还有这同样是八年级生的 动漫艺术工作者小白 来白头 做做表情 想想话 以基隆高校生制服女孩 打开知名度后 利用闲暇时间 继续为基隆这座城市 打造动漫人物 一位是英雄 这位是吉古拉 而这带有雨天气息 身着深色系的动漫兽女 叫黑渊 在她的YouTube频道中 制作了包含所有 对于讨论基隆事件议题 想要在这边开一个画画教室 教电脑绘图跟油画水彩传统美术类的 那我们想说来这边住一间店 那跟她说我们要在这边住一间店 她就觉得说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一起来创业 一起来开一间店 那好处是房租装潢费用 大家可以平均分摊 从平面创作到二地动画 未来朝动画代言及YouTuber发展 两位年轻人最后选择创业 也开启了明德商圈的地方创生 看到年轻人 新筑我们基隆的这个力量 然后看他们的勇气 其实我非常感动 包含自己去联络艺人 或是用动画来创造 我们基隆少女这种角色等等 这都在在地显示说 我们基隆未来的发展以及希望 就像我们现在在盖的希望之秋一样 过去这三栋大楼 承载我们基隆的历史 未来我想会靠着我们的年轻人 勇往之前 代表我们基隆未来的希望 进入操船模拟室 眼见外头阵狂风暴雨 这个船舱距离广动 想要当船长切勿惊慌失措 要把船安全的驶向目的地 我们会在上面先规划 我们要走的航线 你大概什么时候要转换 你要先知道 所以你要先规划你的航线 孩子们听着老师讲解 了解船只运行的过程 模拟自己当船长 将船安全驶出港口 迈向大洋洲 好大家再忍一下 现在大概有到九季风了 两半十一年的海洋营队 今年以海运小达人为主轴 第一天先到 杨米海洋文化艺术馆 了解海运人员的职业种类 与工作项目 第二天的课程活动地点 在海洋大学 体验操船模拟机 及航海节的起源 第三天的课程活动 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参观海洋直探基地 与海巡舰艇 并安排搭乘方舟一号出海体验 及参观海科智能馆 我们希望经由这三天的课程 让同学们知道 有许多的海洋职业 跟他们的未来的前景 还有希望借由知海 然后尽而爱海而亲海 达到我们海洋教育 最主要的目标 这次的那个营对我认识到 很多关于海洋的职业 然后呢 今天的超船模拟机 让我知道要当船长不简单 还有参访海大水生动物中心 认识各高经济价值的鱼种 单价高的 那像现在这一缸叫做 叫做条石雕 那后面有一缸是斑石雕 那这是我们 比较偏冷水性的 聚焦在海洋直癌 并针对其中海运产业中的各项职业属性 进行深度的探讨 读大学的话 我就会试那个超船模拟机 这个活动里面刚好有 借这个机会来体验 打开认识海洋运输职业的大门 开启孩子们对海洋的关爱与保护 这一大片有厚度 俗称叫海猪肉的花环肉质软身糊 放远一看 超像巨大的杏鲍菇 软软像杏鲍菇 它当触手收起来的时候又会像一块猪肉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就称之为它为海猪肉 另外这被称为米粉的树珍叶珊瑚 粗厚的触手 摇一时就像在沸腾的锅中翻滚 看它在水波摇摆 有没有像一个米粉在那边摇来摇去 就像我们在烫米粉的时候 它虽然说是看起来软软 可是它下面还是有骨骼的结构 树珍叶珊瑚在台湾的水族市场中 是很常见的珊瑚种类 国际上的贸易量很高 算是水族界的人气王 还有海森界的漂亮宝贝 海苹果正在觅食哦 这些以食物命名的有趣生物 在解说员的解说下 变得好亲切好有趣 还有还有 来看这从鼻子到尾巴 被划上一条白线的到底是什么鱼呢 我们一般小嘴看到呢 像泥墨或者像其他的 它都是以两条红色的柱子为主 然后这种呢我们在分类上面 跟它属于取的名称叫做臭幼家族 因为看到它的鼻端一直到尾巴有白色 就像白鼻心的纹路一样 因为这里面呢它没有海葵 所以小丑鱼呢也会找其他的珊瑚 来做共生的一个相处 所以你看到它们会在珊瑚里面 也做磨蹭的动作 也会照顾珊瑚 原来是粉红小丑鱼啊 潮进之南海洋馆近期喜事连连 既海苹果产卵后一楼朝间俯士缸 也有东方新烘宝宝诞生咯 这是全台第一次在人为环境下 繁殖成功的案例 烘鱼的青鱼呢 就是它的爸爸妈妈 大概养了两年多 然后开始陆陆续续的生产 一胎大概产下一到两只左右 它是算是一个小型的烘鱼 而且非常的可爱 它的成烘大概在盘进 30到40公分左右 不像一般我们看到的大理石虫那么的大 可是它就是小巧可爱 而且它鸿鱼的特征呢 都有陆陆续续的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 它的雌雄的外表的那个杏珍 还有它著名的毒刺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呢是公鱼 所以它呢有个很长的交尾期 再来呢是海底世界的丑小鸭 它小时候呢是一圈一圈的蓝色的条纹 蓝白相间的条纹 乍看这样像大鱼的眼睛一样 这是它的保护 它等它慢慢长大的时候 黄白 然后底色是深黑色的条纹 我们常常就像它小时候丑小鸭 长大变天了 就是盖刺鱼的典型代表 所以我们就又叫它变态 它小时候的形态跟长大不太一样 当它被你抓到的时候 它就用甩的 然后那个毒刺 它的刺就会刺到你 对 所以这是盖刺鱼的最重要特征 为什么叫盖刺鱼 在潮进智能馆一楼辅饰池 您来了还可以来找找回送第二胎的母红鱼 记得No touch 一起学习爱护海洋及海洋中的生物 鹦鹉螺与橘石长的超像 来猜猜哪一个是活化石 哪一个是化石呢 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法 就是看它的体管的位置 它体管假如是在正中间的话 就是鹦鹉螺 那它的体管假如跑到旁边的话 就是橘石 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橘石 究竟有多大呢 中山大学的化石巡回展来到建德国中 在赖博士的趣味解说下 让人阅读地球的记忆 演化 它是基于一个基因的差异 然后累积了非常多的年代 所以它们在形状上大小上 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地球上的生物的千变万化 这种非常有序的部分 让大家也能够学着 试着去欣赏 这些我们地球上的生物的多样性 施照们仔细观察 感受这亿万年大自然的魅力 更能与在地有更深刻的连结 透过这一次的研习 我们就更能够去区分说 橘石然后跟鹦鹉螺 它要怎么样去分辨它的一个差别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历程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它做分类 那因为我们是地处于基隆 那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我们在户外 能够常常去发现到化石的时候 那我们第一个就可以让我们 有一个判断的先辈知识 透过品头润足 投足类化石展出 让学生对海洋化石生物演化 环境与气候的变迁 还有台湾化石与本土环境之间的关联 有更深的认识 同时也能了解化石在科学研究 及一般生活上的重要性 推开门一股清晰又带点神秘的感觉 一面而来 在路口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个文字的投影 那用这种投影灯的方式 是希望我们用最不破坏 这一个山洞的方式 去做所有的布置跟陈列 那旁边也有很多天然的植物啊 树根 其实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山洞天然的氛围 保留原始岩石山壁的纹理与质感 打造全新嗅觉概念快闪电 每一处的造景与装饰 甚至是味道都有不同的寓意 我们设计的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 从刚刚一开始有点像玄关 进到一个沉浸式的通道 然后再到最里面 是我们的商品陈列的这个区域 透过嗅觉带领 吸引更多的人接触在地的历史故事 给旅客更深入的基隆味 这是特地为了我们基隆的正兵渔港 设计的正兵的气味 那它是用柑橘 然后用薄荷去做 有点像调酒 这种很缤纷的颜色的感觉 去传达色彩屋的意象 想要了解自己 打造专属自己的香味吗 在A里的引导下 根据当下的心境 选出三种精油 与心灵对话的客制化气味服务 较出命定气味 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 30分钟的活动 叫个人香气鉴定 那你可以就是从我们准备的 这48支精油 去随机的抽出 你的命定的精油 把精油滴在上面 去感受一下 不同的天然植物香气 交汇在一起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气味 推出独特的体验活动 香气沙容 与个人香气鉴定 将艺术商业与文化历史 取得平衡 女屋的香气沉淀式 只是我们的1.0版本的计划 更长远的未来展望 我们希望可以借重 香气行销这个素材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 基隆的特色跟魅力 未来还有获得 超想基隆创意 真剑竞赛的冠军2.0版 令人期待 就是这双十字造型的石存饼 荣获2023基隆好物 以在地食材为影 大航海历史为轴 咀嚼中可以品尝到 海藻独特的香气 了解诸圣教堂遗址 将如护身符般的卡拉瓦卡 至真至善十字架吃下肚 这是一个可以吃的历史 把西班牙当年他们带来的双十字架 然后加上在地的食材 石存 然后把它做出这样的一个 十字架形状 还有与在地连结的纯真小岛 模拟基隆语的棒蛋糕 撒上石存粉 搭配新鲜的海葡萄 与鲜奶油及石花洞绝配 想要表达 这是和平岛的岩石区地景 所以这个整个合起来就是 基隆语的风景 跟和平岛的风景 业者徐正明在和平岛创业 绿出其中 就是希望打造永续 与在地连结的好物 为了让旅客可以将美好的记忆带走 还设计了这咖啡礼盒 一笔勾勒出和平岛最独特的景观 给人视觉上满满的享受 我们店里的咖啡豆 全部都是用精品等级的 那游客喝完以后会喜欢 他就会想要带走 所以我们就将它做成 很方便的这个咖啡绿挂包的形式 餐点不只有创意 还要有品质 才能受顾客喜爱 而这里也是宠物友善餐厅 信不少民众远道而来 觉得老板娘他们超亲切的 对毛小孩也很好 然后餐点也很赞 友善宠物加友善环境 咖啡厅还能做什么呢 与婚宿结合 将在巴黎岛创业的海岛婚礼模式引进 不断的琢磨精进 要给新人最独特的婚礼记忆 你愿意接受Gabriel成为你的人生伴侣 从2007到和平岛开始 没有停下脚步 持续累积堆叠品牌价值 期许每一次都要给人满满的惊喜 结合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游戏 考验你的逻辑与搜寻答案的能力 就按登入 那我们通常游客的话 就是按没有账号 然后访客 只要用平板或手机 扫描QR Code就可以进入游戏 化身主角跟着指示 探索海科馆内展厅 深入了解海洋科学知识 从中就会有一些猜测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到 实际的那个展厅去寻找 它到底正确答案会是什么 永生流的食物链 刺激消费者到底是哪一种鱼呢 深入展厅 答案就在周围 找到了 答案是沙丁鱼 好玩又有成就感 更能了解各领域的海洋知识 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从海科馆各个园区中 学习到有趣的海洋知识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游戏很好玩 其实还可以 没想到还可以结合科技 来学习到很多海洋的知识 拿起年手机扫描QR Code 我们现在由海洋种子教师 所设计的游戏共有七款可以体验 还有我们自己海科馆 所有所设计的游戏有三款 可以给大家体验 欢迎大家来海科馆游玩 配合科学节 海科馆推出ARG实际解谜 设计大赛票选活动 不只展现三年来的成果 更要激发大众对海洋环境的重视 ARG实际解谜的课程 在海科馆已经发展了将近三年 然后今年首次针对学校的教师 还有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们 开设了初级跟高阶的 两次的教师研习营 今年的11月到11月1号到30号期间 在海科馆这边特地把参加过进修 就是进阶班的研习营的老师们 他们所开发出来的七套ARG的课程 跟海科馆的自己的三套课程 合起来总共十套 在海科馆给民众来闯关 欢迎大家来海科馆追最夯的ARG实际解谜游戏 在科学节期间玩游戏还可以获得小礼物 而ARG实际解谜世界大赛票选活动结果 将在12月23号颁奖 世界上最长的口琴和弦口琴 一个和弦它有八个口 音色最为厚重扎实的Bass口琴 主要用于蓝调流行乐的十孔口琴 还有这拥有完整音阶能力的 半音阶口琴 进入口琴的世界美人活力充沛气势十足 数十位乐领者经过十多年的研修口琴 不只拥有多项傲人的成绩 11月18号将在基勇士仪会举办公益慈善音乐会 透过我们的曲子来传达给弱势团体的一些关怀 跟感谢那些弱势团体的义工们他们的辛辣 由首领朋友组成的基勇士口琴协会 将带来多首跨域的精彩曲目 团体个人也将展现最佳的口琴记忆 送出满满的温暖关怀 也期待透过音乐会 让更多人看见口琴的魅力 我们的曲子当然是很有特色 团体的就是合作 低音 节奏 一步 二步 整个team 我们也有个人的演奏 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属于一种比较熟灵的最高年龄 都有八十几岁 我们有七十岁的出国比赛都有得名回来 我们吸引一些同好来加入我们的口琴活动 写口琴的人不管是老人小孩 他的人生一定会更精彩 一踏进宛如实验室的工作坊 就可以感受到MuMu与Bonnie 对产品研发的坚持与用心 融获基隆好物之一的 基隆宇的秘密扩香组 每一组都独一无二 这个是跟设计师合作的 然后也是基隆好物辅导的一个成果 然后就是一开始是做手工造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是扩香石 这样子就是可以延长它使用的那个寿命 然后就是可以低精油这样子 就是整线基隆在地的味道 也要运用在地的特产 这一款石花菜手工造也融获基隆好物 就是做一个在地的材料的应用 所以我们就找了那个和平岛的石花菜 然后因为石花菜里面的那个 也有丰富的那个胶原蛋白 然后对皮肤跟头皮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有把它萃取在里面 然后就是用在地食材 然后也可以减少碳足迹 然后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激动的产品 然后就是又是结合到我们最主要 做的灶跟洗发柄身上 减少碳足迹也打造出专属基隆的在地产品 Mumo与Bunny把清洁产品固体化 善用各种不同植物的原料特质 让消费者洗得安心又舒适 那我们主要就是把那个浴室里面的产品 然后做成固体状就不用品管 然后像这个洗发柄的话 就是它跟灶不太一样 它的成分没有含灶 所以它洗起来不会头发不会色色的 然后另外也有这个是润发 润发我们也把它做成固体状 然后就是润发柄 那像它这个上面颗粒的话 它是海盐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是 现在比较少见的就是它是卸妆 然后我们就把卸妆乳做成固体化 一般眼妆啊彩妆都可以卸干净 从产品到包装 每一个环节都讲究自然 手工新鲜及环保 透过无浪费的制作过程 搭配简单的视觉概念 创造出一块块洗墓新选择 专业也是在于就是做一些洗墓商品 那所以我们就希望研发更多 像这些产品 然后能够让就是地球可以更少一些 塑料类的东西产生 致力于研发适合台湾人 肌肤状况的清洁用品 MuMu与Bunny对产品研发极为坚持 从友善环境出发 让专属于在地品牌的实用产品 无远佛界地传递出去 几乱的味道 是甜甜的微笑 箱子里的小猫 热情的在和你问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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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